这古代呢 把这个墨斗干什么用 专门就是咱们所说的弹线 这从中拉一根线 搁上这个墨线嘛 搁上墨 黏和 说白了就是什么呀 给它打一根线 那时候没有尺子 拿给打一根线以后 你就可以结料 这也是古代老手艺人的智慧 那为什么用笔花呢 有笔 毛笔 另外咱们那时候没有 咱们现在这么规矩的尺子 都靠这个 就是墨斗 去定这个尺度 这里边呢 几个部分组成 这是墨仓 这个是墨线 这个叫墨轮 咱们这一看 您看一拽 这根墨线就往这边走了 这根线 它有一个标准的学名 它叫准绳 顾名思义 就是以它为准的 这个法律准绳 就是从它来的